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腦家具 来 在今天早上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 安南离世 享受83岁 这是我们的李敖 李大师 汤立倩跟李敖也有渊源 然后什么渊源呢 我帮李敖穿过裤子 我帮他穿过裤子 为什么汤立倩老师 会有姻缘 帮李大师穿裤子 来 我们来听一首歌 再来怀念我们这一代大师 李敖 还有汤立倩老师 曾经跟他发生的什么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 也来追念我们李敖 李大师 在刚才早上的时候 李敖已经辞世了 享受83岁 享受83岁 来 啊 来听呢 啊 一首呢 这一个 再生缘 来这首歌 再生缘 这首歌 也好 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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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頭把我無愛 愛你的心裡也了解 啊 無愧的心愛 心情無恨彼愛 對你的情人也會知道 心情無恨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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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無愧的心愛 心情無恨彼愛 愛你的心裡也了解 啊 無愧的心愛 心情無恨彼愛 對你的情人也會知道 心情無恨彼愛 愛 心情無恨彼愛 愛 心情無恨彼愛 剛才聽的這首歌呢 我們叫《再生緣》 這個有點淒涼 這首歌有點淒涼 剛好呢 唐靈鑫老師目前的心情 因為我們李敖李大師 今天早上呢 剛遲世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的內心呢 也是相當的哀痛 剛好是這首歌 那我談到呢 這個李敖啊 我為什麼跟他穿褲子呢 因為李敖當時候呢 在中天主持一個節目 談話性的節目 那我呢 是他的來賓 那時候李大師啊 喜歡穿那個吊當褲 大家知道那個吊當褲嗎 就是很像呢 西方阿兜兒在穿的那種吊當褲 那我跟李敖呢 在這個廁所碰面 那這個男生嘛 在尿尿啊 然後呢 李敖呢 那吊當褲喔 這個還蠻難綁的 他的一個那個 呃 袋子在後面 屁股後面 他拿不到 那我剛好看到了 我說李大師 我來幫你 他說好啊 湯小老師 你趕快幫我拉一下 所以呢 我就幫他 把那個褲子穿好了 所以我在講說 湯尼勤呢 幫李敖呢 穿過這個褲子 李大師啊 他的學問是沒話說 我透過Youtube知道呢 李敖呢 曾經接受呢 大陸的北大啦 然後濟蘭大學啦 都是一流的大學去演講 大學老師本身呢 我也呢 在海峽兩岸做演講 我也是一個演講者 然後呢 我呢 聽了這個李大師的演講 我覺得好佩服他 佩服他什麼呢 他不只呢 不必要看稿子 不只不必看稿子喔 他的演講 非常的生動活潑 而且呢 能夠引經句點 那才是不簡單啦 那李敖呢 當然一輩子呢 他也是豐功偉業很多 不過 事事非非也不少 因為他本身呢 也是呢 媒體的寵兒啦 來 李敖談自己 狂言中國人顯白話文第一人 他怎麼講他自己的 我們來聽聽看喔 李敖呢 著作余生 出版過上百本的著作 他曾經自己呢 自豪自身 畢生寫下超過兩千一百萬個字 是魯迅七百萬字的三倍 更狂言呢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 是誰? 李敖先生說是李敖李敖李敖 他的寫作種類多元 以評論性文章為多 另外也涵蓋了心思小說 評論雜文 文壇真評論 他把原本倾向於保守的中國文字 開發了一個新的可能 那我們知道 李敖的好朋友就是陳文歉嘛 陳文歉呢 在接受《蘋果日報》記者 談到呢 對李敖的辭世有什麼看法呢 陳文歉只講了兩個字 一個是哀 一個是探 哀探兩個字 文豪灑手 李敖多情結過兩次婚 娶胡怡夢 一百一十五天就完完了 胡怡夢的話呢 這個也是呢 我們非常有名的一位 電影女主角 那李敖跟她呢 只有一百一十五天的婚姻關係 風流多情的李敖生前有兩段婚姻 早年她和台灣第一美人 胡怡夢的短帳婚姻 轟動了社會 一九七九年 胡怡夢二十六歲 和李敖第一次見面 當時四十四歲的李敖 對胡怡夢展開追求 她讓胡怡夢喝咖啡 帶她去家裡看十萬藏書 後來兩人同居試婚 但婚後爭吵不斷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日離婚 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一百一十五天 最後李敖勤定 小她三十歲的妻子王小屯 兩年婚後生下一子一女 她的兒子叫李勘 然後的話女兒叫李勝 這個李勘也非常的有才華 你們知道嗎 李勘的話目前呢 是在我們北京大學讀書 我也多次看過李勘的採訪 也是非常的英俊風流替壇 好 待會再來談談李敖 來聽這首歌《風城內》 中文字幕秀書 愛人願意 願意用酒保持咖哩 天文歌舞 是口比唱歌 有人有氣 要的結帳結尾 夢塞滴滴滴 破門的舞伍 今世的好年累 只能在此人们休泡 人们都等过到我面 以前是受酒無法定義 如今我辛苦是全酒義 酒水的湯口有誰人願意 願意用酒飽醉咖啡 女人演唱 科音 HE 詞曲 曲 吉 陸 曲 盧ificar 人問笑有香水 也問到甘告告有滿意 方大論是想笑無冠心 剛才我們想哭是全笑味 酒嘴的痛苦有誰人願意 願意用笑不去哪兒 小天的雪 心中的一片 深夜的浪漠 絕對白 愁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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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迷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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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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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满到甘狗的花蜜 刚才听的这首歌《红冰雷》 那这边我要谢谢我们呢 这个黎晋河坟 她也特别说 老师你好 你也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问候 那我们的Lin 陈丽梅 陈毅杰 我们的林桂宇 LAI-LINE 欢迎 大家现在收看的节目呢 每天中午12点在UP 独家直播 ToniChun所主持的 台湾万花筒 那今天呢 刚听到李敖呢 83岁 这个辞世 老师呢 在这个节目呢 也特别呢 来呢 介绍呢 李敖这一位呢 这个一代的大师 当然呢 我说呢 实者为大啦 然后呢 李敖的这个 是是非非 或者是功过 那是有历史定论 每个人呢 对任何人的评价 其实是 是不一样的 每件事情都有 不同的这个看法 不过呢 李敖是一位名人 他的这个著作 影响了很多的人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来 台湾里瑶呢 跟胡英们 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这个事情 这个 谢谢 我们的李敬和粉说 刚才那首歌好好听 这首歌的话叫 刚才那首歌好像叫 《绝情与绝经后》 好像是这样子 谢谢你喜欢 来 我们来谈谈李敖跟胡英们 他们的一个组合 李敖和胡英们当年呢 堪称是 才子家人的组合 李敖真心夸胡英梦 又漂亮 又漂泊 又迷人 又迷惘 又三感 又性感 又不可理解 又不可理喻的 哇这个真的 大师真的是很有学问 当时他追求胡英梦 身边也有女友 刘慧云 事后他拿了210万元台币 补偿刘慧云 诚意感动了胡英梦的妈妈 胡妈妈还宣称 全台湾配得上我女儿的 就只有李敖一人 李敖呢 在104年7月因呢 步态不稳 到了台北 龙肿求疹 那诊断呢 就是脑干肿瘤 但台北龙肿医疗团队 在104月的努力下 连接渡过难关 也验证了李敖先生 他的求生意志 那这边提到呢 在106年4月2号住院 106年8月9号出院 然后呢 106年10月1号呢 李敖再度因为肺炎入院 治疗后呢 病情稳定 那其后发现到他脑部的 持症造影 发现 原先疾病有恶化的趋势 那因为呢 考量到李敖呢 已经呢 去年已经82岁了啦 年事已高 所以采取比较保守的治疗 11月呢 开始呢 投与标靶药物治疗 病情渐渐好转 但是今年1月底 标靶药物就是渐渐失效 病情恶述 虽然肺部感染在投药以后稳定 但发现到李敖的断层脑瘤病况 有并发呢 这个水脑加剧 那近日呢 就是发现他的病情 日矿严重 李敖呢 在今天107年3月18号 上午10点59分 安然离世 享受83岁 家属指出呢 感谢各界的关心跟慰问 敏感五内 先因后事处理在即 许多事情呢 急需要办理 这个 请先跟各位亲朋好友 媒体先进说明到此 就是我们的一代大师李敖 其实呢 泰逊老师呢 不晓得我们观众朋友 如何看待生死 也许有些人还年轻 跟他谈呢 死呢 好像他觉得他遥远了 我记得一句本省话 讲得很好 刮叉是争死人 不是争老人 生死呢 真的没有人能够知道 也没有人能够断脑 但是我觉得 很多人问我说 泰逊老师 你如何看待死亡 我个人的想法是呢 我妈妈讲了一句话 不知生何知死 人生能够在这世上活多久 真的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绝对不是 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活几岁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什么是确定的 每个人都会死 没有一个不死的 这个是百分之百 那我觉得呢 当我们呢 在面对死亡呢 这样子一个 严肃的话题的时候呢 我们更应该来想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活得 非常的有意义 你是不是每天过得很充实 然后呢 是不是心安理得 死而无憾 我觉得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与其呢 去呢 担心死后是怎么样 还不如 把那个精神呢 把它放在我们生的时候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课题 也是个学习 希望呢 每天中午12点 台湾娃娃桶这个节目 可以带给大家 平安喜乐 不一样的人生 来 下一首歌让你听 啊 风火而旅情 好啊 自伟好啊 节目后我接你电话 好啊 有你一朵鲜花 是你在今生 你一朵鲜花 你问它 时常为你 你一朵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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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在身旁 飙心我 永远不一花 你一朵鲜花 送你一朵鲜花 你飘下多少个药云啊 只是小鸣儿长说 你将任我鲜花待在身旁 有时心对我永远不挂 你飘下多少个药云啊 只是小鸣儿长说 你将任我鲜花待在身旁 有时心对我永远不挂 永远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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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歌 《风红沉沉》 大家欣赏 谢谢小鸣 小鸣送的櫻花花瓣 谢谢 小鸣 我都飘逸,我都想了我的梦 风红,风红,不再有我的梦 你忐忑,你忐忑,想我的感情 再不等你吹奏 心梦的夜子时刻 编织不美丽的梦 声求风红,风红,风红里有我的梦 就像我的感情 若有那风红疼疼 风也随风飘零 若有那心表温柔 若风,风红,不再有我的梦 你忐忑,你忐忑,想我的感情 再不等你吹奏 你忐忑,快乐 有那心表温柔 心梦的夜子时刻 编织不美丽的梦 刚才听的是 风红沉沉 我是汤丽萱老师 目前收看的节目 是每天中午12点 在UPPEB独家直播的 台湾望花筒 那今天呢 刚听到这个83岁李敖呢 今天早上辞世 老师的心情呢 还是相当的沉默 这个愿李敖大师一路好走 其实呢 常常讲到一句话 年轻就是本钱 这句话呢 真的是很有道理 千金难买寸光阴 这句话真的是 说着呢 让我感觉 真的是很认同 年轻的时候呢 都不会觉得时光有什么可贵 可是呢 当人一年一年的过去 突然之间一算一算 哎呦好可怕 自己也是年过半百了 哎呦这个算起来是挺可怕的 所以现在谭选老师 真的更加的珍惜 每一天的时光 想要做什么呢 我就去做 Just do it 不要想太多 然后呢 告诉自己啊 现在呢 已经退休了 好好地享清福 也不要去什么伤老金啊 去什么 投资啊 什么赚什么钱 都不需要 现在最重要的啊 就是啊 把身体啊 养好 养好啊 啊呢 健健康康的 是吧 那呢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像直播呢 就是我很喜欢做的事了啊 很多人问我说 啊 Tony Chen 你不是呢 这个103年 啊你就说你要退休了吗 啊你怎么现在又来做直播 我的学生啊 都问我 我说啊 我现在现在做直播 我还是退休啊 因为我直播很简单啊 我直播的话 我呢 这个一个月只要做30个小时 给公司 啊当然我怎么做都超过30个小时嘛 那我只要呢 啊 收到10万UB 给公司 那我就好了 对不对 啊所以呢 我们这个直播呢 哎呀 UP直播 好多好朋友的热情的支持我 所以的话 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啊 那呢 我也是退休的心态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 啊 所以呢 啊 心情上呢 是退休的心情 那退休之后呢 啊 人都要做事啊 啊 我们不是说退休之后就不做事 人不做事呢 那活不久的 我刚才看了一段影片哦 他93岁了 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 知不知道这一位 来我来讲他的名字 彭蒙慧 知不知道彭蒙慧是谁 自伟您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彭蒙慧 啊 我看自伟知不知道 因为自伟才高一 是不是啊 啊 谢谢 梁盈树 啊 陈恒旭 张鼠霞 王小和 哦 自伟知不知道彭蒙慧是谁 还是小鱼知不知道 哦 彭蒙慧是谁 哦 我们欢迎神经病进来 哦 是啊 为什么要给自己取作神经病呢 快 啊 这个取绰号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 超有 怎么讲 有有有有特色的 超有特色的 来 彭蒙慧啊 如果你们不知道是谁啊 我告诉你啊 来 我现在讲一个 Studio Classroom 你们知不知道 他陪着我们童年时光 学英语 Studio Classroom 就是空中英语 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不像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啊 学英语的管道很多 到处都可以学 对不对 啊 我们以前呢 那个时代真的没有 学英语的管道不多 哦 那呢 这个空中英语呢 算是呢 我们呢 当学生时代 哦 学英语非常好的 一个media 一个媒介 那彭蒙慧呢 他呢 就是空中英语的创办人 哦 我年轻的时候 就认识彭蒙慧老师了 我还亲自哦 请他从台北 那时候 他是坐飞机 那时候台北是有飞机 会到台中 清泉岗机场 哦 我还到清泉岗机场 去接彭蒙慧老师 哦 请他到台中 自立文化中心演讲 How to learn English Easily 如何呢 轻松的 容易的学好 English 然后今天早上呢 看了呢 彭蒙慧的一段 小影片 哦 原来他已经 93岁了 然后呢 他呢 用华文哦 跟大家问候 那他讲了几句话 哎呀 我的这个感触很深哦 小鱼你好 彭蒙慧老师说啊 我虽然93岁 但是呢 我每天都还是要工作 我要在教English 啊 我也在这个演讲啊 我也写书 我也在乐团呢 吹小喇叭 我也跟朋友聊天哦 我觉得我很开心哦 因为呢 我从来没有去想我几岁 而是呢 我每天都要工作 哦 这是彭蒙慧老师呢 他呢 给我的启示哦 不过对Tondichan老师来讲 我觉得工作呢 分两个形态 一种形态就是说 你为了家庭 make for living 哦 在年轻的时候呢 为了家庭 make for living 这个工作 不管是喜欢不喜欢 你都要做 对不对 因为呢 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年轻时候 那 比如说以Tondichan老师来说 对我来讲 大家知道 我是开美与补习班嘛 那我美与补习班呢 Tondichan老师 我是创办人 也是班主任 那班主任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呢 我需要呢 招待呢 这个新学生 都是我要面谈新学生的 那你知道 这些新学生呢 有的啊 真的哦 你跟他面谈的时候啊 真的感觉很不好 不OK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不OK的 你跟他讲话 就觉得 这个人不善良 或者是这个人不老实 或者这个人是很mean mean mean的话 mean的话 就减酸刻薄 总之就是 你认为这个人不OK 但是当时在那个阶段 因为Tondichan老师 我是补习班的班主任 这怎么不OK的人 我也是要笑笑的 来服务他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的工作 这样了解吗 好 那现在Tondichan老师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好 我的心情怎么不一样 我现在呢 主持UP直播 我退休了 因为我喜欢 我主持UP直播 那我主持呢 我也没有压力 我也没有关系 公司喜欢我 两年合约到了 愿意跟我再签 那我就签 如果公司觉得我做得不OK 是不是 合约到了 不愿意跟我再签 那我就告别这个直播的这个领域 这个就是还蛮自由的 对我来讲还蛮自由 就是现在这个年纪啊 无所求啦 无所求 只是说 我如果没有在直播 我还会蛮蛮蛮那个 感念呢 这个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像小鱼啦 像志伟啦 像十月护华啦 这些好朋友 Peter啦 小皇上等等 我会很感念你们 所以老师呢 今天呢 心情是真的有点乱嘛 有点乱 有点慌 有一个big shock 因为刚才听到呢 83岁的李敖大师 他往生了 所以 特别利用呢 今天台湾弯弯筒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 老师呢 Tony Chen 我对生死的看法 也希望年轻的朋友 你们好好的珍惜 现在 如果你们还年轻的话 愿你们美梦成真 我们欢迎我们的文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ank 快点 不管 我们好 快点 我们好 我们好 有一点 有点 zaj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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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呢 下一首歌 可能呢 送给我们李大师 真的 城归城 土归土 李大师 一生的丰功伟业 是是非非 自有历史的定论 这一首 潇洒走一回 特别 送给 李敖 李大师 这一首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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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感谢观看 这个呢 对不对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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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